你帶來這是一個寶貝啊 這個寶貝讓我很困著 因為家裡像這種寶貝 就像玻璃也像塑膠 看起來有時候也像那個瑪瑙 但是祖先有個那個祖姓 說這種東西啊 你不能賣 也不能外送 好好保存 一直在家 但是一些親戚朋友 常到我家來玩 他們看到這種東西 常常替我這個東西改名字 其他的名字 其他的東西也會改 改什麼名字呢 他有時候看到好像是玻璃 就叫玻璃 什麼香爐 有的人過來看看 它好像是塑膠 就叫做塑膠香爐 更高級一點的那個人是說 看起來像是麻辣 麻辣香爐 但是我是很想了解一下 因為祖上有祖訓說不能賣 不能送 但是我們祖上是什麼樣的 什麼樣的家庭呢 家庭還蠻好 那個可能在清朝 這個之前在明朝左右 那因為我們家是搞航運的 那個常常往來大陸之間 航運 航運 對 甚至我年輕的時候 我也都跑過船了 在我附近的那邊的船上 坐約過 那也是大戶人家 那也是一般人家 一般人家沒有了 但是看看這件寶貝啊 他剛才說可能是瑪瑙 可能是玻璃 還可能是什麼呢 來 看一看 他可能是 謝謝 謝謝 剛才你說呀 你的朋友看了之後 有的說是玻璃 是 有的說是塑料 樹根蚊 是吧 對 它有的就是瑪瑙 瑪瑙 你知道不知道 翡翠裡頭 有一個頂級的水種 叫什麼呢 叫玻璃種 玻璃種啊 是翡翠裡邊最好的 最高的 最透明的 對 知道吧 知道了 但不可能是這一件 你說這一件 這件香爐這麼大 它如果是那麼好的種 在裡面掏出來那麼大一塊 浪費壞了 不是啊 你比如說這個呀 它裡邊掏出來的 還可以做桌子 對呀 掏出桌子來之後 裡頭那個 還可以做牌子 所以啊 如果它又是玻璃種呢 您這個呀 可是了不第的 那肯定跟這個沒關係 多少人看過了 沒有一個人說是非非的 是吧 那得看看 這位王老師的 你這個朋友啊 講的都看了以後啊 都有道理 因為這件東西啊 實在是太像假的 但是現在我們看了它以後啊 如果是塑膠的 它這個手感啊 我們可以感覺出來 它溫 它不涼 那我們現在摸它以後啊 感到很涼 這是第一個 它不是塑膠 第二個呢 如果我們看它仔細 如果是玻璃的話 它可能有那個氣泡 我們在找它 主要的氣泡 找不到氣泡 另外呢 在它雕琢的地方 它會留下這種玻璃插口 那麼這個沒有 這也不是玻璃 那麼會不會是 這個馬老呢 也就是綠玉髓 但綠玉髓有一個特点 剛才我拿燈照了以後 它不翻藍 綠玉髓有點翻藍 所以仔仔細細地看了以後啊 尤其是在它這個薄的地方 它泛黃 那泛黃是 泛黃它是翡翠 這泛黃就是翡翠 翡翠 這是一塊 應該說 剛才王老師講了 如果真是 這就是一個保時級的翡翠 保時級的翡翠 所以這件東西啊 非常非常難得 而且我們看啊 它的水頭非常好 燈光如果是照的話 我們可以看 非常非常漂亮 非常酷 這件即便達不到玻璃種 應該說冰種是沒問題 所以這件東西 可以說 從氣形到雕工 到它的圖案 都無可挑剔 這個 這個鎮寶台我覺得矮了一點 應該要做一個大一點的鎮寶台 給它放上去 所以呢 恭喜你 把這個放到鎮寶台上 謝謝 恭喜這產品放在三號 鎮寶台 從這個貨膚和用料上看 這不是一般老百姓用的鎮品 這是皇家用的真品 雖然沒有款 它是無字的 無款的御用器 應該說非常好 多少錢呢 非常激勵 不多不少 八百萬 關谷珠寶成立於廣東 擁有國家註冊商標 從事翡翠行業十餘年來 堅持從緬甸礦區 採購性價比最高的翡翠原石 聘請知名的翡翠雕刻大師 精雕細琢 支持私人定制服務 為大家提供可以傳世收藏的藝術品 關谷珠寶客戶遍布海內外 特別是在華人較集中的 美國、加拿大、新加坡、港澳台等地區 有很高的聲譽 每天都有很多新老客戶結緣關谷 以往都認為翡翠價格過高 那是您不了解翡翠 關注我的微信 7887-2456 學習更多翡翠知識 判斷翡翠的價值 打破傳統珠寶行業虛高暴利 買翡翠 找關谷 微信 7887-2456 關谷珠寶向您承諾 全場保證翡翠A貨 送國檢證書 支持全國副檢 可以淘寶交易 假一賠時 鑑賞期內不滿意 可以無理由退還 同等翡翠所收價格低於實體店的三折 可以隨便對比 危險 7887-2456